这点些话题要来关心 不少确诊者担心资格不服 拿不到口服抗病毒药物 医师苏一峰就分享 在西班牙研究发现 有一款化痰药NAC 可以减少四成的死亡率 而且全台各地医院药局 都没有缺货问题 不过药师说这款化痰药 其实是处方用药 需要经过医师评估后开立 不建议民众自行购买服用 而另外不少确诊者出现了 喉咙痛或是喉咙干燥等症状 而病后科医师也提出了 五招自救法 民伏药只要你多喝水少讲话 用盐水漱口也可以喝一点冰水 或是吃冰淇淋 就可以减缓不适 许多确诊者因为条件不符 不能取得抗病毒药物 诱发病况急转直下 不知该如何是好 医师苏一峰在脸书分享资讯 表示西班牙两万确诊者 回顾研究发现 如果使用化痰药NAC 可减少四成的死亡率 重症者使用NAC高剂量 可改善血中氧气浓度 而且各大医院跟药局 都没有缺货问题 这种回溯性研究 因为它一定会并用其他药物 不是单纯只用化痰药来做解决 所以这些部分都使得 化痰药所能够产生的功效 有没有到40% 这部分都是值得去商榷 其实在我们确诊者的处方里面 我们绝大多数的处方 都会收到有开立 这个Acetyl-Systeam的药物的处方 所以其实大家在使用上面的话 真的就已经在使用了 药师指出 这三款常见的小包装化痰药 其实就是苏伊丰所说的NAC 但它是处方用药 该不该吃又该服用多少剂量 还是要照医师指示 而现在也有不少确诊者崩溃表示 发病后喉咙剧痛到 上被刀割 有医师提出五招 免吃药的自救法 医师程量宇宙建议 想舒缓喉咙痛 喉咙干燥 可多喝水少讲话用盐水漱口 喝冰水或吃冰淇淋 来降低神经末梢温度 减轻疼痛讯号 但如果出现咳嗽症状 就不适用 短时间的症状解除之后 但是其实它会刺激上皮的细胞 所以其实反而会让 后续的这些咳嗽 反而会更严重这样 确诊后出现症状 除了遵循医嘱服药 也能试试其他的安全疗法 谢谢总部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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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